旅游行业作为泰国的经济命脉 一场冠病疫情危机 让这个行业失去145万个就业机会 随着疫苗接种计划启动之后 来自普吉岛的旅游业者 也搭上了接种疫苗的手班车 希望能早日实现集体免疫 让业者在来临7月迎接外来宾客时 没有后顾之忧 泰国普吉岛将从今年7月1号起重启旅游业 但更大胆的做法是 让已经接种冠病疫苗的外国游客 豁免隔离 直接登岛旅游 当地政府放眼 将率先迎接来自欧洲 阿联酋 以及美国的游客 为了做到集体免疫 普吉岛如今加速疫苗接种工作 目标是让至少46万当地人施打疫苗 因为普吉岛有独立的国际机场和游客市场 泰国政府希望这个旅游天堂能在第三季迎来10万名游客 尽快走出疫情阴霾 推动经济复苏 数据显示 去年只有670万名外国游客到访泰国 消费仅仅110亿美元 相比起疫情前的2019年 却有4000万名游客 消费更达到610亿美元 简直是天壤之别 英国启动疫苗接种计划后 境内疫情逐渐趋缓 为了确保疫情不会反弹 首相约翰森宣布 英格兰的民众将从星期五开始 得到每个星期两个的快速测试包自行检测 民众可以到检测中心 药房或邮政局领取检测包 只需30分钟便能得知结果 英国将从这个月12号起松绑封锁限制 包括允许非关键领域的商店 以及酒吧餐厅重开 英国至今已有3150万人 施打第一剂疫苗 星期天通报 新增近2300人确诊 十人不治 镜头转到全球疫情第三年中的印度 最富有的马哈拉斯特拉邦 将从今天5号起 实施更严谨的防控措施 遏制日益严峻的疫情 包括经济中心孟买在内 将从每天的晚上8点 到隔天7点实施宵禁 只允许关键领域运作 餐馆不得提供堂食服务 电影院 酒吧 宗教场所等一律关闭 马哈拉斯特拉邦近来的确诊病例 已惊人速度增长 过去14天的确诊数据 占了全国确诊的57% 死亡人数也逼近五成 印度卫生部截至4号的数据显示 全国累计病例超过1248万5500宗 超过16万4600人死亡 马信社电视综合报道 露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